房間 你不是在開會嗎 你怎麼突然來了 会晤了可以再开啊 约会晤了 就不不回来了 看你好疲倦的样子呀 是不是因为 今天第一天恋爱 所以有点紧张啊 你怎么没事都不正经的 再打我我也要粘着你 要不然我们走回去吧 坐车回去的话太快了 好啊 走 你看看你 吃的嘴上都是小傻瓜 来 喝口水 慢慢吃 别着急 是啊 你看 像不像你 像你也像不像我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当然没事了 慢点 咱们点儿 打开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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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好啦 不早了快点回去吧啊 回去之后不许工作不许玩游戏 更不许喝酒泡吧 你看看我这些小秘密全被你知道了 还没有呢 说不定你有很多秘密都没有告诉过 问你个问题呗 你说情侣之间可以有秘密吗 我指的是那种善意的那种 怎么了 介意啊 没有 我记得我以前书上看过一句话 他说每个人的洗礼囊都有一个小房间 介意房间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我想如果这个秘密跟我们感情没有关系的话 那就永远封存在那儿 其实我那个秘密也不算什么大秘密啊 反正等一会儿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 你 好了好了 不走了 快点回去吧啊 一会儿没车了 这电话里说的事就不照办了是吧 这个怎么能这么不算数呀 说话 什么事啊 真的吗 你 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就是呀 刚才新人在楼下呀 他就这样 跟人亲了好久呢 是 我在那儿看到腿都沾疼了 真的 不是啊 我回来啦 快走 回来啦 快走快走 好 拜拜 拜拜 好 二姐 苹果甜吗 我吃一口 甜是甜啊 不过你刚才在下面都甜蜜那么久了 还用着吃它吗 我觉得这苹果应该也不太好吃 所以我先去洗澡了 你不回来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在阳台那儿呢 看到了一场现场直播的爱情故事 这个女主角好像就是你 怎么样 不说出来好二姐 分析一下吧 都看见什么了 这该看见的不肯看见 全都看见 二姐 我跟她只是同事 反正 请别跟大家说 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啊 来不及了 大家都知道了 二姐 妈妈 啥呀 谈恋爱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你为什么不肯让我们知道 就是啊 也不是主要是我跟她还是同事嘛 然后才刚刚开始 所以 刚刚楼底下开始的吗 这也太坏了啊 二姐你怎么开闹 奶奶就给你提个醒 那个年轻人样式不错啊 你就好好把握 自个儿心里有谱 我跟你妈呀 绝不管你 对对对 欣然 那个你呢 经历的比同龄人要多 看人一定比别人准 要是这次自己觉得好 别为难自己 妈和奶奶一样 绝不干涉你 就是 二姐也支持你 谁上代许多呀 都娶了富家小姐了 你呀 应该把之前的事情都给忘了 她娶了富家小姐了 二姐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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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猜的 行了 那个人啊 不值得一提 那个明天大家都还有任务呢 散了吧 散了 散了啊 吃吃吃 来 快坐 你说然然呢 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又这么努力 又这么卖命 老天爷 也该让她遇见个好人吗 就是啊 奶奶说得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真的 可以藏着自己的秘密 直到永远吗 你这粥怎么做的啊 最好吃 下回也教教我吗 煮粥比较麻烦 这样吧 下次你想吃的话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跟你煮 还要吗 还要吗 那 那我先去把碗洗吧 你先歇会儿吧 好 许诺 夏文你回来了 不知道你这大男人在这做饭 太不好意思了 显得我这哥太不诚实了 这有什么还真是的 对了 你吃东西了没有啊 这锅里还有一些粥 要不然你再吃点吧 恋爱中的男人 不吃不喝也不饿 这也对啊 那 那 那我就不管你了 不用管我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 太女孩了呀 这个情都初开的 感觉 你们两个好不容易 才走到了一块 那高兴一点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实 是啊 好 那个佳玲在这楼上吗 我现在上去关心关心她 她在楼上呢 躺着看书呢 你过去看她吧 好 那你自己先忙着啊 林格格 我来钱了 还格格呢 出院也没得叫自己 怎么样了 感觉好点没有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你能不能行了 你要是这儿还痛的话 那许诺不得痛得死去活来的 这事我真得说说你 真的 像许诺这么好的男人 你怎么可以骗她呢 我以后不敢了吗 少装可怜 我跟你说啊 佳玲 对于许诺这样的男人 你只有付出一招才有用 就是付出你那颗真心 知道吗 知道了 这次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 好了 下不为例 听见没有 那我先撤了 哥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 还喷了香水 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管好你自己 撤了 再说 但你也不老了 你怎么又不枪门啊 男人也有隐私的好不好 好好好 这就是你的隐私 你那天死活不让我去 就是带着这个女的 什么那么现实是 说的什么 我这面膜还没做呢 我刚 角度拍得挺好的 怎么了 我跟人家看个时装秀 你至于吗 这还把我面膜抢走了 为什么是他呀 你的那些小模特小明星呢 这你别一口一个这个这个的 人家有名字的好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杨欣然 是吧 你怎么认识的 我在设计中心时遇见的 就一个小小设计师 至于你这么上心 还带他去看这么重要的秀 不是 你吃醋了 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你至于不至于啊 来来来 我跟你讲啊 下次的美国时装桌 我带你去 好不好 干嘛呀这是 既然被你发现了啊 我跟你讲 她呀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怎么样 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刺 赵的角度还不错啊 这什么表情啊 就哥哥谈恋爱了 这你作为妹妹的 是不是应该高兴一下才对啊 吃醋有个底的啊 就一直吃醋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吃醋 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你干嘛要跟她在一起啊 你就见过人家一回 你怎么知道 人家就不是好女孩呢 怎么说话的呢 我不管 反正你是我哥就得听我的 你可以跟全世界 任何一个女人谈恋爱 就是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下一回我再带其他女孩回家 你还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了 你是羡慕人家 比你长得漂亮 你才这么说的 是不是 她比我漂亮 对啊 你们这些男人真是瞎了眼 什么叫我们 我们这些男人瞎了眼 我们这些男人都怎么了呀 我说你们俩兄弟兄妹俩 怎么都永远有吵不完的架 喝口水 降上火 我跟你说啊 你来得正好 我妹妹知道我跟欣然的事了 非不同意 是不是 你赶紧劝劝她 怎么搞的这人 说话呀 这之前跟你提起欣然的事 你都一个劲点头的 而且要是没有你 我们哪儿这么快在一块啊 说话呀 赶紧劝劝她呀 你老婆 说话 嘉玲 那个那个 嘉温她 行啊 你们都瞒着我 这不可以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 说话呀 没事 你苏 碰子 小王 你跟我哥都预谋什么呀 为什么西昕会 contractors или 我 cách过台下 别说这是巧合 我一点都不信 夏琳 这个呢是你哥的私事 真的不是什么阴谋 你可真够大方的啊 既然把自己爱过的女人 让自己的 你在说些什么呢 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让我哥知道 你们那些事 反正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情绪 跟我最爱的哥哥谈恋爱 一天都受不了 嘉连 嘉文的事情我不能多说 我也不能管 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左右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所以呢我绝对不会食言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在外面 跟其他的女人 有任何一点点的瓜葛 现在这种局面 我怎么相信你 那你看看嘉文 现在不是嘉文一个人在暗恋 而是他们两个人两情相略 我觉得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 大大方方地给他们祝福 说得这么好听 谁知道那杨夕然 是不是在玩弄我哥的感情 你现在想要怀疑任何一个人 我都没有办法 但是 你要想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 那你得看对方 你看看嘉文他现在 嘉文他现在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有什么不好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呢 我只能给你祝福 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子 算了 我不想说了 反正我哥的事我也管不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回家了 这件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 杨夕然 你等着 爸爸 我告诉一个秘密 奶奶今天煮了很多东西 给妈妈吃 妈妈舍不得吃 就留给你吃了 给我吃 妈妈说让你吃得够 明伟 这是卡卡一岁的时候吧 这是她两岁时候拍的 这个是我跟欣蕾结婚时候拍的 上面还有写字 这是在老家嘛 对 你看看 那时候多年轻啊 什么 什么叫那个时候多年轻 现在也不老了 是不老 可是我觉得她太憔悴了 都是被你这一大一小给折腾的 不至于吧 我怎么没翘出有什么变化呢 儿子 这女人一结了婚呢 一个心思就放在家庭里了 什么老公啊 孩子呀 自己都顾不上 心里是个好姑娘 你要对她好一点 可不能辜负了人家 妈 你这说什么话 好呀 请 谢谢你能回来 我妈妈特别开心 没事 你妈妈难得回来 我也不希望她为我们的事操心 回去又该多想了 再说 这样我能跟卡卡多待些时间 我也很高兴 卡卡说 妈妈给你烧的饭菜 你特地给我留了 特意留给你 我怎么不记得呀 你怎么忘记了 卡卡说你是特地留给我的 是吗 是不是卡卡发现了我们的事情 她发现了 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有点不对呢 你怎么会让她发现呢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发现就发现吧 反正早晚都会告诉她的 对了 你这个床照要经常换啊 要不然会有味儿的 谢谢 你 你睡地板吗 是啊 要不然还怎么样 我已经不是夫妻了 这个我知道 要不我睡地板吧 要不我睡地板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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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妈妈送你啊 跟爸爸和奶奶说再见吧 卡卡再见啊 奶奶再见 卡卡走了 新磊 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晚上我们回来吃馄饨 好啊 好 好好上学啊 奶奶再见 再见 乖 你走了 再见啊 妈 你也刚来 别累着 我们在外面吃 什么就叫在外头吃啊 在外头吃多浪费钱呢 她又带孩子又挣钱 太辛苦了 你就知道下个的 我走了啊 你也走啊 那中午 我送了朋友 中午跟他们吃饭 家里的卫生 你别打扫了 我来坐啊 我不打扫谁打扫啊 都等着新磊 她把她累死的 你别管了 你就记着晚上回来吃馄饨就行了啊 那也行 我早点回来啊 好 那再见 再见 好 小姐 你的车是不是拿去做保养了 能不能赏个脸 让我送你一程啊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小都机场的女人 不然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跳来跳去 都没个名分 这点我早就表明态度了啊 这些年 你跟我受了不少委屈 我心里是知道的 放心 我一定会对尽我的承诺 给你个名分的 但愿如此 只是 你未来的婆婆 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得把她伺候好了 才能慢慢想她坦白 这一点 你应该能够理解啊 好吧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 来 走吧 干嘛呀 刚跑两圈就不行了呀 教练 你说人家要不要去相亲啊 我妈妈说啊 那个男人可是标准的高富帅 不是 高富帅怎么了 我不是也高 帅吗 看起来 那 那都虚得没用 经验之谈啊 女人啊找老公 必须三个字 对你好 其他都是白搭的 你好好可爱哦 这句是真理耶 一看就知道你特别会谈老婆 那个教练 爸 你有女朋友了吗 这个 你猜呢 教练 我猜猜吧 哇 听说了你好多的光辉业绩呢 我们说出来 大家分享分享了 真的啊 你说说嘛 说说呗 我可好奇了 可想听了 那呢 改天再说啊 那天啊 那天啊 我嘴有点 有点干 那 那我去给你买水去 你要喝什么 什么 什么都 绿茶 咖啡 可 都可以都可以 没问题啊 好好 你等我啊 好 不是 我说杨新宇啊 你不框毒蛇 你还是个祥林嫂啊 啊 就这点破事 你 你刀刀没完了 你想刀刀什么时候啊 你给我个准馅 我挖我去到心里面 行行行好 那咱今天就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事 我呢 现在已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不过要看给多少金 反正现在暂时的 我已经是喜心得面了 重新做人了 暂时的啊 而且呢 你我之间的历史 早就一笔勾销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咱怎么就不能相见一笑名仇呢 不孝也行 你别老阻断我追求美好新生活行吗 其实啊 你说得也挺对的 是吧 其实啊 咱们都是讲文明懂礼貌 读个书的文化人 对不对 有什么事情呢 咱们讲清楚都不行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 我说这些肯定在有我们的道理啊 老娘啊 我从小呢就特别富有正义感 这路见不平 我肯定得穿话 吼几声 我告诉你啊 老娘我现在是替社会 在监督你这个臭小子 以防你这臭小子一不小心哪 又使出你的那些老招 去骗这些清纯的小姑娘 可是啊 可不是 我怎么就这么实用不忌 遇上了你这么个孽处啊 行 既然你这么看着我 我也把你当成好服务说两遍 你看看 二十几岁的大姑娘 皮肤跟我这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似的 身材就更不用讲了 整天除了冻嘴皮子 其他哪都没锻炼吧 啊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担心观音娘娘哪一天一高兴 把你收去管理她那篇子图林家 我跟你说啊你许可 你许可 重要客户电话 不好一个 又大小姐 哎哎哎哎 你干嘛呀我天天都 他们真的是初恋 对 对是 你再说得仔细一点吧 就是 他们两个人啊 上大学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分开了 我 我弟呢 他也一直不让提这事 可是他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就满世界都长了 你说这人吧 还奇了怪了 有缘就是奇妙啊 后来两个人还是在酒吧碰碰的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我还以为他们是在酒吧打工认识的 没想到是初恋 不是 这初不初恋的 有那么重要吗 你不知道初恋在一个人的心里 你是多么地重要 我再清楚不过了 我估计啊 他对欣然的感情 就像我对他的一样 嘉琳啊 我觉得是你想过了 我弟呢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他绝对能放得下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放不下来 我打也给他打方式 好 嗨 先别说话 让我猜一猜你在干吗 肯定是在想我吧 如果是没有呢 没有的话 我就立刻马上窜到你面前 让你时时刻刻看着我 什么事都干不了 行啦 我不要跟你平了啊 我要去吃饭了 我没跟你平 我一会儿得到设计中心来办点事 你真的现在要过来啊 没什么 都是同事嘛 没关系的啊 那好吧 好啦 那一会儿见吧啊 拜拜 欣然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不用啦 你们先去吧 还得忙呢 那行 你快点我们等你啊 好 我走吧 这就是你做的设计啊 就你这种水平 还想留在我们B&C当设计师啊 光没听见哪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谈 我们出去吧 省得在这儿让你难堪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什么可难堪的呀 行啊 我还真小看你嘛 那就在这儿谈吧 如果你是要逼我辞职的话 我想就算了吧 我也说得很清楚 谁要跟你谈这个了 我都说了 是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许诺喽 许诺对你来讲很重要 但对我来讲并不重要 这也不用说了吧 不好意思 我要工作了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不管公事私事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干嘛要这样子呢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整天给我装一副单纯样 你的心思我全知道 骗了一个又一个 你到底想干嘛 你到底想干嘛 怎么 被我说中了 我还以为你是有独爱设计师这个行业 才去就在我们家公司继续干下去 原来你的野心不止这个 你也太阴险了吧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呢你 我哥都告诉我了 只有他把你当做真爱 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他勾引他 被人抛弃了不甘心了 就想找个傻王子当灰姑娘了是吗 我告诉你 我哥傻我可不傻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哥 你哥是谁啊 我哥是谁 丁家文 BNC的未来掌门人 就在这间工作室里 你们一起共识一起创作 一起打情骂叫 你要说你不认识 那我免太假了一点吧 丁家文 家文 家文 叫得还挺亲热的啊 副总裁的名字 是你随便叫的吗 杨欣然 我真的最后警告你一次 不要痴心妄想了 不然你真的会死得很惨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丁家文 是你吗 你去总公司 是去当副总裁 是 但是 你能听我解释吗 你去总公司 杨欣然 杨欣然你 你别再追她了 这种女人根本就是冲死咱们家钱来的 她根本就不爱你 你知不知道 你闹够了没有 你如果不了解杨欣然的话 你不要胡说好吗 她是什么样人我难道不清楚吗 你清醒一点吧哥 是你不清醒才对吧 杨欣然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你懂不懂 好了别生气了 你还记得那天 我跟你说的那个小秘密吗 就是我的身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何必隐瞒我呢 因为我担心我的身份 会给我们彼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我的特殊身份 才让我进公司呢 我敢保证真的不是 因为那天在超市看到你的时候 我首先被你 设计的服装所吸引到 然后才注意到你 后来又看到你画那些画稿 我觉得你的才华绝对不能 就这么被埋没了 所以我站在公司立场 想把你找到公司来做事情 那 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吗 算是 算是有那么一点吧 因为如果没有你 我也不会到这里来做事情的 好吧 显然别生我气了 我又不是有意的 再说了我也没什么恶意 对不对 别生气了 也没有 怎么了 还介意啊 当然介意啦 你是公司的副总裁 你拉着一个小薪手到处乱跑 那我以后怎么在这儿工作呀 我真的不是要刻意去欺骗你的 因为我担心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 你就跑了 我干吗跑了啊 因为你不是那种世俗的女孩嘛 如果你是那种拜金女的话 我倒没那么在意了 真的 我一直担心啊 担心这个我的身份 会给咱们俩之间 造成不要的这个麻烦嘛 听你这么说 还偷偷是的啊 好像所有道理都在你身上啊 当然不是啦 这再怎么说都是我的问题 于公于私对吧 我都不应该去骗你 但是我觉得吧 你别怪我了 因为我这人吧 有点神经衰弱 一碰到什么事吧 就吃不好睡不香 工作没精神 最关键的呀 最关键的是开车没什么精神 这个 这可不行啊 你一定要好好上班 好好工作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好不好 你别让我担心了 好 我答应你啊 你放心吧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总有一天 我一定把你带回家 让我爸爸妈妈都见见你 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你带回家 反正我今天用不着 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 又能见你一面了 不用转了 亲我一下 不然我不让你走 找人这么多算了 人多怎么了 亲我一下嘛 快 高明伟 妈 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伯母你好 我是谭雪 是明伟的朋友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啊 妈 破坏我儿子的家庭 你干吗 什么叫我干吗呀 伯母 你还叫我伯母 谁是你伯母我不认识你 小雪你先走吧 你让开 这是我儿子的车 你干吗让他开 妈你干吗那么凶啊 干吗那么凶 什么叫干吗那么凶 我还问他 小雪 我再给你打电话 你个狐狸精 我告诉你 你再跟着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你干吗那么凶啊 什么那么凶啊 你离了婚不告诉我 你按着什么信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离婚证我都看到了 我告诉你 你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我跟你没完 你等着 妈